老婆 这个月1500给你转过去了 你要省着点花 我感觉都不够用 怎么会感觉不够用啊 那 你爸妈又要买药吃是不是 老了不生病 不生这病就生那病嘛 这农村能花多少钱呢 都给你1500了 1500至少还能存一钱了 我告诉你 这农村你看什么吃吃喝喝的 都是自己种是不是 你爸妈光买药就要花500了 还有小孩要穿尿片是不是 然后又要喝奶粉 你别跟我说那么戏 他长大 反正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存一千 我要你年底就有12000 知道吧 我给你转过去了1500 省着点花就行了 你别说那么多 存不了 都不够花 还让我存 不够花 你这个女人就是太乱花钱了 我还想让你多给我一点嘛 现在想要长大了 喝奶粉喝的很厉害 一个月都要喝两三桶 我觉得你这个女人 花钱太厉害了 啊 怎么我花钱厉害了 我都没有花在我身上啊 一说一说 你爸妈身上 小孩身上 我一说让你省着点花 你就说花这花那多少 花这多少 那我得跟你说清楚啊 要不然你都觉得我乱花钱 那本来就是乱花钱 我跟你一千五 到年底完全可以存到一万二 那以后你爸妈生病了 我不买药了啊 你必须买 不买的话 他们生病那家种怎么办 那你钱也不给我 给一千五还让我存起来 那小孩也要喝奶粉 穿尿片 那这些都不用了 你怎么能跟我说那么细吗 我是一个大男人 还有 我只负责赚钱 然后发一千五给你一个月 你爸妈 你我小孩是不是一家五口 不吃饭啊 吃那饭也吃不了多少 我告诉你 一个月一袋饭都不够 一袋米都不够 你一个月至少要存一钱 你一个月都要两袋吧 一袋一百多啊 你吃的到底多啊 不是我吃多 是你爸妈每天干农活 你一个月你 你自己都吃一袋啊你 什么我自己吃一袋啊 我都没有吃多少 你一个人吃一袋 然后另外一袋给我们吃是吧 我真的是不想跟你说了 存不了 我还想让你多给我五百 反正一个月 至少存一千 用五百就行了 然后 到年底十二个月 是吧有一万二啊 你是说梦话呢你 已经给你几个月了 这几个月应该存了有几千了吧 存个屁啊 都不够 怎么还不够啊 还是我跟村里面一起去 帮人家拔草啊 然后赚一点 还拿来补贴呢 还让我回去 让你做家里面事情就行了 你去干那些干什么 可是你给的钱 再少了不够用啊 赚钱给我们男人做的事情 你做那些干什么 赚钱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对啊 但是你也不给我花啊 我对你那么好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理解一点 你能不能少少用一点 你赚钱的意义在哪儿 你爸妈买药你都不给买 小孩喝奶粉 穿尿片你也不给穿 你赚钱的意义在哪里啊 你还不如不赚 你别跟我说那么戏 你说那么戏我听不懂 我也听不进去 我不干了 我自己去上班 我自己赚钱我自己用